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脉关系颇广 二是娶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永宁公主 娶个好老婆 少奋斗十年 老丈人登基后 石敬堂成为当红炸子鸡 有着两个给力的老爹罩着 石敬堂的仕途一片光明 不过石敬堂和李嗣源的养子李从柯关系极差 两位同事太子党 都想驳出位互不服气 后唐明宗去世后 后唐明帝李从后登基 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宫廷厮杀 李从柯废除李从后取而代之 视为后唐末帝 这让石敬堂的心理极度失衡 他想着一个女婿半个儿 凭啥养子能做皇帝 而自己这亲女婿却干坐冷板凳 而李从柯也很不自信 将石敬堂视作最大的威胁 盘算着早晚要弄死这个 横竖瞅着都不顺眼的便宜妹夫 李从柯过生日 石敬堂派老婆永宁公主到洛阳为他助手 宴会结束后 永宁公主想要告辞回家 李从柯趁酒醉半开玩笑的说 嫌妹这么着急回家干吗 是不是要回去和朕亲爱的妹夫一起造反啊 真是躺着也中枪 石敬堂坐不住了 我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不造反还等啥 果断反了 李从柯也果断派了几万人马收拾他 后堂军队直逼靖阳 石敬堂危险了 面对强大的政府正规装备军 石敬堂的日子过得步步惊心 打吧 很大的可能性是打不过 不打吧 人家都欺负到家门口了 咋办 引外援 他写了封鸡毛信向契丹求救 也许是尝到了有老爹罩着的甜头 为了让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下血本帮忙 石敬堂承诺把燕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周划给他 每年进贡大批财物 这还没完 还强烈要求任他为干爹 耶律德光本来就想逐入中原 当中原掌门人 一看石敬堂主动要送给自己那么大块蛋糕 喜出望外 亲自带领一大票马仔赶到敬仰 石敬堂感激得眼泪哗哗流 抱着耶律德光就喊爹 两人虽说是初次见面 却相见恨晚 很快就感情好到无需再添加任何润滑剂 尽管石敬堂自甘卑贱 可他手下并不都是软骨头 见领导这么不要脸 很多人都一肚子气 大将刘志远就批评他说 您向耶律德光求助 宋前称臣勉强还说得过去 要任他当爹割成实给他就推不靠谱了 这样会把他的胃口越惯越大的 恐怕将来您会死在他手里 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石敬堂坚持一意孤行 露骨的说 我能有啥好后悔的 有兵就是爹 那一年石敬堂44岁 耶律德光34岁 标准的大龄儿子小龄爸爸 在干爹耶律德光的鼎力支持下 石敬堂领着精装杂牌军杀想洛阳 这下李丛科扛不住了 本想过把欺负人的影 没想到代价如此沉重 后唐清太三年936年 李丛科在宫里点起一把火 自焚身亡 耶律德光大喜过望 当即册封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干儿子 为后进皇帝 除掉了政治对手的石敬堂 也是心花怒放 果然把烟云十六周打包送给耶律德光 对于耶律德光的厚爱与帮助 石敬堂感动得浑身哆嗦 恨不得对干爹以身相许 除了每年照交保护费外 逢年过节 还给干爹大把大把的孝敬压岁钱 对契丹的上上下下也都进行感情投资 唯恐伺候不周 契丹使者每次前来宣读耶律德光的圣旨时 表现得都极为傲慢 石敬堂却卑躬屈膝 恭恭敬敬 后进满朝大臣都觉得骚得慌 只有气度不凡的石敬堂满不在乎 靠着契丹的护独子 石敬堂当了六年被中原人唾骂的儿皇帝 随后带着骂名挂掉了 所谓成也干爹 败也干爹 石敬堂完蛋后仅五年 后进就被耶律德光灭掉 燕云十六周包括京北京天津全境 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终极败类石敬堂将其割让给契丹 把从秦始皇开始历朝历代修建的 马其诺房县长城变成了华丽丽的摆设 导致中原门户大开 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受到威胁 持续长达二百年 而石敬堂本人也因这出卖领土之举 被永远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千百年来一直是儿皇帝和卖国贼的 最佳形象代言人 就连当初孙中山闹革命时 组织的规矩也有这样一条 敢为石敬堂者 人人得而诸之 以上就是本期历史人物传记的全部内容 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